结婚三年,老公就冷落我三年,还光明正大,带白月光回家,嘲讽我是黄脸婆,要我收拾东西滚蛋,我怒甩一封离婚协议离开,我挽着豪门老公和渣男再次相遇时,一个举动渣男当即红卓眼跪求原谅,赵珂又喝醉了,他兄弟打电话过来,让我接他回去。 夜晚凉,我戴了件男士厚外套,就着急忙慌地出门了。 我打开会所大门,一个身材娇好,面容妖艳的女人坐在赵珂的腿上,给他喂酒。 他和之前的女人不一样,之前的,见到我这个原配出现,就吓得脸色惨白。 而他,眼底浮现出的都是自信和从容,丝毫没有要从他身上离开的意思。 周京,嫂子来了,还不快走,直到无序开口,他才慢慢从赵珂身上下来。 知道了,着什么急? 有人附和,对呀,着急什么? 赵珂这副样子他也见怪不怪了。 周京可不一样,他可是赵哥白月光呢。 白月光地位可比这个正式高多了。 你们小点声,给人留点面子。 周京不满地撇嘴,然后看向我,露出一个鄙夷的笑,俨然一副正式的样子。 你就是陈瑜? 赵珂就暂时交给你了,替我照顾好他。 我咬牙切齿,我才是他的妻子。 周京鄙视地笑了一声,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吴旭远场,嫂子你别生气,赵珂就是喝醉了。 我没答话。 吴旭帮我把赵珂架在肩膀上,像之前的无数次一样,亮亮呛呛地把他放到副驾时。 周京也跟来了,赵珂招招手让他过去,亲了他一口。 安慰道,晶晶,明天见。 回到家,我又熟练地煮了醒酒汤,味到赵珂嘴里。 脑子里闪过刚刚的画面,心里顿时一阵痛楚。 周京,这个名字我是听过的。 他是赵珂的白月光,大学期间,赵珂一直追着他跑,追了整整四年。 但那时他家里出了事,公司资金链断裂,全家人从大别墅搬到了出租屋。 赵珂也从公子哥变成了穷小子。 周京自然看不上他。 赵珂把醒酒汤喝完,清醒过来,把我搂在怀里。 鱼鱼,你知道的,我和你说过,他是我的白月光。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呢,男人总是会爱上自己年少不得之人。 我知道你爱我,不会像我一样的,等我腻了他,我就和你好好过。 这三年,我都没碰过你,是我不好。 要不今晚,他话未讲完,我就有些反胃,偏过头不看他,我生理期不行。 赵珂正了一下,冷笑着把我推开,装什么清高,无聊透顶。 在结婚之前,我和赵珂相处了两年的时间。 他为了让我安心,从一开始就告诉了我周京的存在,并强烈表示他对那个拜金女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不想追究那么多。 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甚至因为我的裙子不小心被他的烟头烫了个洞。 他就把烟戒了。 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深到对他产生了依赖,离不开他了。 我想要安稳,也想要爱,我总觉得只要我在忍忍,总有一天会幸福的。 可是我错了。 我看着赵珂,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问他,你是不是想离婚? 赵珂愣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吃笑,离婚。 陈瑜,我刚开始出去玩那会儿,你说了多少次离婚,不也没理。 你离不开我,别演了。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可我偏偏相信浪子回头,是我放纵了赵珂,也困住了自己。 第二天,我拿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回到家,发现门口多了一双高跟鞋,是昨天周京脚上的那双。 门内传来女人娇称的声音,我甚至都能想到她们打情骂俏的样子。 赵珂,等一下你老婆回来看到了你就死定了,怎么会? 从来不管这些,她也管不了,她太爱我了,主动权在我手里。 我按下指纹开门,两个人闻声看向我,衣服散乱。 我静止走向房间,想离开这个恶心的场面。 却被周京叫住,嫂子,你不管管你老公,赵珂像是咬着什么,有些口齿不清,别乱叫。 我回头,看她们吻得难舍难分。 周京假意推开赵珂,别这样,你老婆脸色不太好。 赵珂这才望向我,黑色的毛子里满是不屑,确实脸色不好。 陈瑜,你看看你,跟个黄脸婆一样。 除了我,哪个男人肯要你? 黄脸婆。 我笑了。 跟她结婚这三年,我恪守妻子的本分,也因为她婚前对我的态度,事无巨细地照顾她。 没有时间打扮自己,脸色日渐发黄发青。 我的憔悴因她而起,她却以此为乐。 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我跑到厕所干呕完,就回到客房关锦房门。 我和赵珂已经分房睡一年了,她带女人回来,我就会主动把卧室让给她。 久而久之,我就在客房睡了下来,连同我自己的物品也搬了过来。 他们从客厅到卧室,我听得一清二楚。 深夜,在暧昧声停下后,我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只留下那张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买了最近一班飞机,飞往丹国。 嫁给赵珂后,我就成为了家庭主妇,但却悄悄地写小说,攒下了不少钱。 有能力过上很长一段时间不错的生活。 我的位置靠窗,可以看到万里高空之下波澜壮阔的景色。 想起从前和赵珂的点点滴滴,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正哀伤着,一道开朗的男声忽然在我耳边响起。 陈瑜姐。 我回头,一张年轻帅气的脸近在咫尺,鼻梁高挺,眼睛明亮有神,我下意识往后躲。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有点失望,你忘了。 我是裴燕。 裴燕,脑中闪过一张稚嫩的脸,是我和赵珂结婚之前,在公司工作见过的。 和面前这张稍微成熟的脸重叠。 我有些意外,说,好巧,没认出来,不好意思。 认不出来很正常,都过去四年了,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是啊,我都二十八了,山川河水也会日渐不同,更何况人呢? 陈瑜姐是去N国出差吗? 裴燕继续搭话,去散心而已。 你老公真好,自己工作,让老婆散心。 我自嘲笑笑,没老公,离了。 裴燕挑了一下眉,本以为她会道歉,或者说些安慰我的话。 没想到我却从她话里,听出了些欣喜的意味。 离了好,姐姐这么早就结婚了,都没给别人留机会。 我耳间有些发烫,怎么突然叫姐姐了? 陈瑜姐姐,既然这么有缘,你能不能把我家回来? 你之前把我删了? 我素来有亲人的习惯,抱歉,你申请吧。 接下来是漫长的沉默,我听见裴燕的呼吸声渐渐加重。 她似乎在紧张。 终于,她开口了,陈瑜姐,那我可不可以喜欢你? 我愣了几秒,说,你还小,你会后悔的。 她摇摇头,不会的,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从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当初要不是你有男朋友,我早就追你了,姐姐。 她的目光过分炽热,我竟有些不敢直视。 我转头看向窗外,男男说,看命吧,就看看老天愿不愿意给我个机会。 下飞机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只得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休息。 很偶像剧般的,由于大雨人多,只剩下一间大床房了。 我和裴燕面面相去,最后两个人同时将身份证递了过去。 办好入住后,裴燕绅士地站在房间门口。 陈瑜姐,我要不睡走廊吧? 我笑了一下,摇摇头,这怎么能行? 那万一,别人误会了,你的轻欲怎么办? 我都是离过婚的人了,还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你进来睡吧,比起轻欲,我更怕别人,别人说我刻薄。 裴燕终于肯进门,她整理行李的期间,我去洗了个热水澡。 出来时,看见裴燕正在把被雨水打湿的衣服换下,露出肌肉分明的背。 我脸颊微红,倾壳一声,该你了。 裴燕仿佛也不好意思看我,抱着睡袍就进去了。 睡觉前,裴燕很自觉地说,陈瑜姐,我睡地上吧。 可下雨天,地板又凉,我皱了皱眉,沙发呢? 沙发太短了,我睡不了。 我去吧,我话音刚落,裴燕就地躺下了。 我不能让女孩子睡沙发? 女孩子? 还有人把我当女孩子啊? 我往旁边挪了挪,你上来睡吧。 裴燕看着我,眼中多了一些说不清的情绪。 她躺在我旁边,轻声而语,这算是机会吗? 姐姐,算是机会吗? 我转过身来,与裴燕对视,她漆黑透亮的眸子里,已经满是情意。 我伸手搂住她的脖子,主动给予亲吻。 无论这段关系中,我是炮友,还是女友,我都很难再次付出真心。 雨势见大,雨水打在窗户上,梯里啪啦地响,为此刻的欢愉增添了伴奏。 重叠的人影,在阴暈的灯光下起伏。 裴燕在上面,眉头紧锁,汗水阴湿了她的头发。 我咬住唇,抑制自己的冲动,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裴燕与我贴得更紧,她撬开我的唇,用最亲密的姿势告诉我,尽情放纵自己。 姐姐,我终于突破了心里那道防线,还上了她的后腰。 指甲在她后背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这是在禁遇多年后,得到的最滋润的满足。 我颤着声音喊她,裴燕。 怎么了,姐姐。 裴燕勾起唇角,轻轻撩起我的头发,缠在手上。 一圈又一圈,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的梦想也能成真。 另外一边,没了沉鱼,赵珂依旧花天酒地,丝毫不知悔改。 她搂着周京,谈笑风生。 有人问,赵珂,你要不要哄哄你老婆? 赵珂手上的力度渐渐加大,直到周京动了动身子,说,你弄疼我了。 她才反应过来,冷哼一声。 离婚协议她都签好字了,还老婆。 她手微微动了动,周京顺势躺到她怀里,我老婆在这儿呢? 要我哄她?做梦? 赵珂嘴上这样说着,可还是拿起了手机,翻看关于陈瑜的信息。 那天早上发现离婚协议术之后,她马上就给她打了电话,发了消息。 可陈瑜居然连夜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真是好大的胆子。 但是赵珂依旧笃定,她迟早会回来。 她当初用了两年的时间,用自己毕生的爱意打动了陈瑜。 让她爱上自己,心甘情愿与她结婚,心甘情愿为她洗衣做饭。 她那两年,已经将全部的爱都倾注给她,陈瑜不会再在任何人身上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感情了。 赵珂很清楚,陈瑜想要的是全心全意的爱。 她已经给过她了,她还想要怎样呢? 陈瑜有些看不下去,主动给我打了电话,开了免提。 瞬间,场面安静下来。 嫂嫂子,你最近怎么样? 我此时正穿着比基尼在海边暮日光浴。 我回,很好啊,有事吗? 嫂子,别叫我嫂子了。 我打断她的话,我和赵珂已经离婚了。 别陈瑜说得很快,赵珂她想你了。 赵珂恶劣地盯着吴婿,好像在说,怎么可能? 可吴婿和她那么多年兄弟,她什么德行,吴婿一眼就能看出来。 赵珂终于说,再给你一次机会,闹够了就给我回来。 周京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她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碎了。 不好意思各位,不小心的。 吴婿的手顿了顿,嫂子,你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里面只剩沉默,没一会儿,传来了一阵海浪声,伴随着一声, 陈瑜姐姐,好玩吗? 包厢里,如此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出声。 赵珂眼底星红,双手倾金抱起,仿佛有极大的怒火。 把人给我找回来,赵珂把身边能动用的人脉都用去找陈瑜了。 找了整整半个月,全国各地都找遍了。 可陈瑜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赵珂攥紧手机,牙齿快要咬碎掉。 既然国内找不到,那就去国外找,就算绝地三尺,都得把她找回来。 那天晚上,一生陈瑜姐姐,不只是让她丢了面子, 更是让她的心被藤万荆棘紧紧包裹。 刺出心头血一般的痛。 她不明白,一个依附于她,眼里都是她,能包容她一切的女人。 怎么突然,就真的离开了? 甚至这么快,就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了。 可没一会儿,她就自欺欺人地笑了。 陈瑜怎么可能会会爱上别的男人? 她一定是在欲擒故纵。 至于那个男人,就是一个路人而已。 她就知道,陈瑜爱她,爱到无法自拔了。 从客厅到卧室,想起赵珂和周京的那天。 我就开始犯恶心。 把正在生疼的节奏停下了,跑去厕所呕吐。 姐姐,你没事吧? 陈瑜站在门口,脸上是数不尽的担忧。 我抽了纸巾,把嘴擦干净。 没事,抱歉,扰了你的兴致。 说完这句话,不仅仅是陈瑜,我自己都有一瞬间的空白。 在和赵珂的三年里,我一直把忍字贯彻到底。 在那段不平等的关系中,待得时间太长, 长到我自己都认为自己,就该跟在赵珂身后。 甚至,我主动让自己处于低位。 这也就导致了赵珂得寸进尺,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的尊严。 如今的局面,不过是我自作自受。 我扯了扯嘴角,做出个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裴燕突然把我拉过去,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很紧。 温热的手掌落在我的后脑,轻轻抹萨。 渔渔,任何时候都不用觉得你错了,错的是辜负真心的人,永远不会是你。 他的声音温和而有力量,莫名的,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要更成熟。 原本以为,只要我们没确定恋爱关系,我就能把心埋起来,让所有人不再看见。 此刻,被我埋起来的那颗心,竟悄悄发了牙。 我回报住他。 于于,我会一直陪你的。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决定权在你手里,只要你不想,我就可以等。 你把我当什么都行。 我摇头,滴滴笑了一声,我愿意的。 裴燕还在上学,但是生活费却多得离谱。 自从确定了关系,每天都给我送昂贵的首饰。 我只能服而苦笑,我不需要这些,去退了吧。 哪有女孩子不喜欢这些? 我说,我二十八了,不是女孩子了。 裴燕却像小狗在我脖梗蹭蹭,你八十二了,也是女孩子。 她突然顿住,眼睛定格在我身后的电脑上。 我恍然惊觉,猛地回过头去看。 屏幕上的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征服乃狗弟弟的一百零八事。 我耳间泛起红韵,随即蔓延至脖梗畜。 裴燕的表情不言而喻,眼底多了些令人难以启齿的情绪。 她低下头,在我耳边,声音蛊惑又勾人。 姐姐,一百零八事,你现在用到第几事了。 没想到姐姐花样这么多,可以让我多体验体验吗?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透过窗帘,我们尝试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事后,裴燕问我,姐姐一直写的是这么甜的小说吗? 我拨浪古式地摇头,把电脑拿给她翻。 她一边看,一边狂笑不止,她觉得她在我心里的地位高了不少。 我靠在她肩膀上,也忍不住轻笑。 那一眼看过去的标题,真是舒心。 重生后,我虐杀渣男老公,恶毒女配手撕绿茶婊与愁老公,穿越回三年前,老公被我按在地上摩擦。 恋爱后,前夫跪地求复婚。 看着这些标题,我才意识到,我早就后悔了和赵珂的婚姻。 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 姐姐,你想不想用这部小说来拍一个复仇电视剧? 裴燕指着第一部小说。 我皱着眉头看她,这可以吗? 这么狗血,其实改个标题就好了,内容还是挺有深意的。 你挺懂啊。 我笑。 裴燕正了正,说,我家里就是开影视公司的。 裴燕,裴海峰,国内最大影视公司老总。 你不会是,对,我是。 裴燕开始着手处理版权购买事宜。 这也将是我卖出的第一部影视版权作品。 我有些兴奋。 天气不错,我站在落地窗前伸懒腰,但莫名有些心慌。 视线往下一撇,有个异常眼熟的身影一晃而过。 没人比我更熟悉赵珂了。 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不会来找我的吧? 一定是我看错了。 没多久,门铃响起,一遍又一遍。 似乎遇到了生死关头的大事。 裴燕此时正缓着我的腰, 在我的脖子上留下明显的印记。 他被吵得不耐烦,带着一副臭脸去开门了。 我心里已经告诉了我那是谁。 门一开,赵珂明显愣住, 他猛然想起那天电话里那声陈鱼姐姐。 一眼认出了裴燕,你就是陈鱼的小白脸。 陈鱼呢?让她出来见我,让我好好教教她是怎么做女人的。 真是恶心人,一副恶心样。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把脖子上的痕迹露出来,慢慢走到门口。 裴燕顺势把我搂在怀里,眉头皱成了穿字。 姐姐,这就是您以前看上的那个又渣又丑的老男人。 赵珂攥紧了拳头,这是他暴怒的前兆。 可看到我脖子上的红痕时,又瞬间放开了手。 比愤怒更痛苦的,是绝望。 陈鱼,你和她是认真的。 我还没答话,裴燕就先替我说了。 鱼鱼不仅和我是认真的,和你也是认真的。 我愕然,同时和赵珂望向她。 和你离婚是认真的,我扑斥笑出了声,她倒是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赵珂回想和陈鱼结婚的三年,他一次都没有碰过她。 陈鱼倚仗着家里一向自视清高,婚前最多的也只是接吻。 起初,赵珂只是为了挫挫她的锐气,让她知道家里的掌权人是谁。 嫁给了她,就得听她的话,不然她连维持婚姻生理需要的事情都做不了。 可谁知道,在陈家破产后,她自己愈发不可收拾。 以至于陈鱼宁愿和她分房,也不愿意让她碰。 尤其是再次遇到周经之后,那可是当初她爱而不得的人。 她怎么可能经得起诱惑? 陈鱼怎么能不懂男人的心? 她觉得自己又行了。 她理所当然地指责。 陈鱼,离婚协议书我还没签,你这是婚内出轨。 我讽刺一笑,你外面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吧?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我是男人,在外面应酬,别人都做的事我不做,那我还怎么谈生意? 她语气淡淡,你应该懂我。 赵珂话刚说完,陈鱼就把拳头挥到她脸上了。 别把人和你混为一谈,你这颗人类的老鼠屎。 赵珂被打得偏过头去,嘴角流出一点鲜血。 正想还手,我下意识站在裴燕身前挡住。 赵珂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居然护着她。 我皱眉,然后看向裴燕,不护着她,难道护着你? 赵珂突然笑了,好像被我这一句话击溃了。 她总觉得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沉于心里还有她。 可是,沉于看面前,这个男人的眼神,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寒情默默,如春水一般温柔。 她错了,却迟了。 沉于不会再原谅她了。 可她还是想试试,再试试看,能不能让沉于回到她身边。 那起码,你回去跟你爸妈说一声。 赵珂低着头,声音微颤,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好,你请滚。 我马上就关了门,再不想多看她一眼。 在M国三个月了,也该回去了。 由于要处理版权和选角事宜,裴燕跟我一起回国。 我带裴燕见了我爸妈,他们拿着赵珂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沉于,你翅膀硬了,敢离婚了,还失联三个月,你是不是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爸气得脸都红了,我二十八岁了,你们管不着我。 还有,我那是失联吗?那是你们根本没找过我。 你你看看,你带回来的,什么玩意儿? 年纪那么小,能给你好的生活吗? 叔叔,我,你闭嘴。 我妈皱眉,对啊,年纪那么小,指不定还得你养活呢? 赵珂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我想不到这话会从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嘴里说出来。 我落下了泪,妈,当初爸是不是也犯了这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们包裹在相爱外壳里的内在已经烂透了,对吗? 随着巴掌落下,我的脸火辣辣得疼。 我妈气急了,你凭什么这么说? 如果不是这样,哪里还有你? 随后,她又劝道,忍忍就过去了,鱼鱼,别犯傻,你结过婚了,没人会要你的。 这个男孩子长得是挺帅,但是帅不能当饭吃啊, 赵珂他玩腻了就会懂得回归家庭的,像你爸一样。 我吃笑了声,妈,我不会像你一样的。 如果我还愿意原谅赵珂,那我肯定会鄙视自己一辈子。 同样是女人,你应该理解我的,更何况我是你的女儿。 我爸气冲冲地说,你要是不跟赵珂复婚,那就当没有我这个爸爸,一辈子别回家了。 好,我走。 不回就不回,反正我对这个家已经厌倦了,没人愿意站在我这边。 我刚出门,就发现赵珂站在我家门口,我想旁若无人地走过。 他的嗓音却响起,刚刚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宁愿离家出走,跟家人断绝关系,都不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吗? 我牵起裴燕的手,不愿意,我现在爱的人是他。 赵珂整个人都散发着颓丧,失魂落魄的样子。 可我一点都同情不起来。 赵珂过来想拉我的手,裴燕挡在我身前,说,赵先生,体面一点,你和鱼鱼已经结束了,他现在是我的。 我暂时去裴燕的某一处住宅安顿。 晚上,周京加了我微信,给我发了一张床照。 赵珂一离婚,就迫不及待地找我了呢。 当初他找你找得这么疯狂,我还以为他有多在意你,没想到他说只是做给外人看的。 难怪我都能找到你的电话,他却找不到。 我跟他说了施舍几百块钱给你,他说他不愿意,哈哈哈哈哈哈,你可真惨。 狗改不了吃食。 我发了一张和裴燕的合照回击。 我有小奶狗,而你只有老男人,你好像比我更惨。 然后,我就把他给拉黑删除了。 没想到周京那个蠢货,带着赵珂找上门来了,说是要找找威严。 赵珂一见我,眼里就透出难过。 他的嗓音发哑,鱼鱼,周京健壮,忙诉苦。 赵珂,他骂我。 他还骂你,说你是老男人。 赵珂明显生气了,拳头紧握,牙齿都快咬碎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顺便也把想动手的裴燕拉回来。 周京翘着双手,趾高气昂,沉鱼,怕了吧。 你个健兴好,赵珂和我,马上就要结婚,怕。 话音未落,一阵响亮的巴掌声传入耳中。 周京捂着脸,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赵珂,你打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结婚了? 昨天晚上在床上,闭嘴。 赵珂狠狠瞪了周京一眼,我爱的是陈瑜,不是你。 我说,你别爱我,我觉得晦气。 鱼鱼,她这么小,真的陪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她到时候会嫌你年纪大。 只有我,我会一直爱你的。 以前是我不对,我爱你鱼鱼。 裴燕把我护在身后,老男人你说什么呢? 我命比你长,要说陪鱼鱼的时间肯定是我比你长。 我才不会嫌弃她的年龄,我只会嫌弃她以前看人的眼光。 周京坐在地上,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小丑是我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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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尖叫一顿,就朝赵珂扑过去,在她脸上留了个牙印。 赵珂承认,她主动和周京过来,是为了有机会见到陈瑜。 她打周京,也是为了让陈瑜看到她的决心,她为了她,可以不要周京的。 她连她的白月光都可以不要的。 我和裴燕静静地看着写出好戏,看着这对见星号狗咬狗。 陈瑜,你看。 她指着坐在地上的周京,我可以不要她的。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爱你陈瑜。 胃里翻江倒海,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打着爱我的旗号,对女人动手。 离婚了就别他妈假装深情,操,滚。 这是我第一次说脏话,面对肮脏的人,文明是没用的。 文明只会让她觉得我很心软,她还有机会。 赵柯拼命摇头,甚至快要跪了。 不要,我不滚我不,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心呢? 像一块狗皮膏药,怎么甩都甩不掉。 你再不走,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赵柯站起来,不经意间看见陈瑜眼里的鄙夷和嫌弃。 她终于知道,不可能了。 她和陈瑜,永远没有可能了。 她只想最后再看一眼,她就离开,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陈瑜已经关上了门。 她到底是有多恨? 周京还在旁边,精神恍惚,她上前拉住赵柯的手,她也没反抗。 她想,带着她走吧,起码身边有个伴。 裴燕叹了一口气。 姐姐,你这个前夫,怎么这么让人恶心呢? 我感觉我都吃不下饭了。 我拍拍她的手,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放心,她不会再来了。 裴燕郑重地点了头,然后那天晚上,她吃了三大碗米饭。 由裴燕亲自着手处理,由我写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很快就开拍了。 上映后,赢得了一片好评。 我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 评论区被盖了几千层楼。 写得太好了,我看得好爽。 渣男前夫就该死。 这种男的真是贱,这种人才应该上刀山下火海,游炸他个一万六千八百遍啊呀。 我爸妈突然拎着东西上门拜访,态度好的不行。 看到裴燕更是喜上眉烧。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你这话问的,我们是你的亲爸妈,怎么不能来了? 我小声嘀咕,我没这个意思。 他们根本不是来看我的,他们是来看裴燕的。 从一进门,眼睛就像粘在了他身上一样。 小裴呀,和陈瑜感情怎么样啊? 裴燕也有些茫然,怎么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 他礼貌微笑,说,好的不行。 爸妈的笑得更开心了。 好好好,都怪陈瑜没告诉我们你是谁,害得我们都误会了。 我爸说,要是陈瑜早告诉你,你是裴总裴海峰的独子,我们怎么也不会反对你们的。 对对对,都怪陈瑜。 我冷哼一声,我就知道他们没那么好心。 原来是因为觉得我攀上了更高的高枝。 叔叔阿姨,不怪陈瑜,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 哎哎哎,还叔叔阿姨呢? 裴燕挠挠头,不好意思地叫,爸、妈。 好半晨,才把这两个人伺候走了。 我窝在裴燕怀里,问她,你怎么对我爸妈态度这么好? 他们上次那样说你,裴燕只是勾了勾唇,他们可是你爸妈,我不能态度不好。 得知陈瑜的小说拍了电视剧后,赵珂立马就看了。 但他是深更半夜,等周经睡着之后才看的。 作品原名为《重生后,我虐杀渣男老公》,他一集一集追, 每一集的情节,他都莫名觉得相似,好像在他身上发声过一样。 他越看越气,连他自己都觉得这里面的男主,怎么会这么渣,这么可恨? 男主每次出场,弹幕都会满天飞,一眼看过去,没什么好话。 偶尔有一个替男主说话的弹幕,不仅被淹没了,还被问候全家,他不知不觉地带入了自己。 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做的是有多混账。 也不怪陈瑜这么恨他,他把周经从床上拉起来。 被吵醒的周经提气大发,你有病啊,赵珂,大半夜的不睡觉想死啊。 滚,我不想看见你了。 周经贴见他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也认出了那是陈瑜的作品翻拍的。 他猝一大发,原来你还想着那个贱人,他都快结婚了,你还想着他。 周经捞起枕头,往赵珂身上砸,你也是贱星号,全世界都是贱星号。 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瑜瑜也不会和我离婚。 都是你的错。 他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第二天,周经也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偌大的房子里,只剩赵珂一人,孤独,无趣,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偶尔吴旭来看看他,可也不可能一直陪在他身边。 吴旭也有自己的生活。 和裴燕一起挑婚纱的时候,吴旭打来了电话。 扫尘于,赵珂得了胃癌,情况不太好。 我一愣,这关我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许久,当我想挂的时候,隐约听见对面传来四个字,新婚快乐。 裴燕扭过头来问我,怎么了? 我微笑着,摇摇头,问我要不要买保健品。 我又问,现在保健品都进攻中年人市场了。 裴燕宠溺地捏捏我的脸,你才不是中年人,你可是我的小女孩。 她是觉得你年纪小,好骗。 裴燕为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是从未有过的盛大,这也是我第一次穿上婚纱。 当初和赵珂结婚,只领了证,什么都没有。 我挽着我爸上台,我爸脸都笑烂了。 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主角是他女儿,能不高兴吗? 司仪开始了流程。 裴燕宣誓的时候,露出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表情。 又想哭又想笑,嘴巴控制不住地颤抖,眼泪也落了下来。 于于,我以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能娶你为妻。 我也从未想过,我能将自己隐藏多年的爱意宣告于你。 我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一段不太好的时光,以后你不用怕了。 我会一直陪你,我愿意承担你所有的痛苦。 如果上帝愿意给我们下辈子再相见的机会,就算千刀万挂,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捂住她的嘴巴,无论是哪一辈子,相爱的人就一定会再见。 兜兜转转,弯弯绕绕,相爱的人终会在一起。 完结,第二篇。 我刚离世三个月,与我相伴四十余载的老伴敬大百宴席,风风光光地迎娶了当年白月光。 我再一次睁眼,就回到四十二年前与她相亲的时候。 抱歉,我们不合适。 我也觉得,不如把你兄弟介绍给我吧。 我的一生也许可以说是幸福的,家庭美满,儿孙满堂。 只是生孩子的时候落下了病根,但婚后的许浩很好。 照顾孩子,努力工作,孝顺父母,简直就是一个三好男人。 晚年病逝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许浩的伤心与不舍,才会将我的魂魄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毕竟,我与她相伴那么多年。 这三个月,我以为她会为了我而放生痛哭,甚至开始担心她的身体。 却不想,我下葬后的第二天就看见她将我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扔了,将屋子里所有有关于我的痕迹都统统抹去了,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三天,孩子们终于赶了回来,却只看见了我的一项空落落地放在那里。 儿子没有说什么,甚至阻止了想要破口大骂的女儿,觉得我的东西难免让许浩堵物思人。 第四天,她就收拾得整整齐齐出了门,我也只能跟着她。 却看见她去车站接了一个人,一个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过的女人。 奖离看上去更加温婉大气了,哪怕岁月已经爬上了她的脸庞,但带不走她身上独有的气质。 正朝着许浩走来,我看见了许浩第三次整理了她的领结和头发。 许浩明明也已经年过半百,可岁月似乎也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头发虽然已经有些灰白,但是腰板依旧挺拔,身材也没有发福。 你终于肯见我了,小离。 许浩将放在背后的鲜花拿出来,手有些发抖地递给了奖离。 这么多年,她好像也没有送过我鲜花,对我也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 我好像有些不明白自己同床共枕那么多年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谢谢,你还是那么帅气。 奖离很喜欢自己怀中的花,低头闻了闻。 这是枝子花,今天早上许浩特意早起去花市认真挑选了好酒的,每一朵都是她仔细选出来的。 两人一路畅谈甚欢,许浩哪怕自己上了年纪了,还要替着奖离提着行李。 思绪回到了我们结婚后的第五年,那是一个好冷好冷的冬天呢。 我和许浩辗转两天,终于到了北京,看着眼前繁华的景象,我当时就呆愣在了原地。 许浩左手提着自己的行李,吩咐我要快些跟上。 楼好高,人好多,也好挤。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怀孕,自己提着行李,努力地跟上前面走得很快的许浩。 晚上终于找了家便宜的旅店,才得以休息。 还来不及好好睡上一觉,肚子就传来剧痛,血也浸湿了棉裤,孩子没了。 到了医院,许浩皱眉看着手里的脚费单,只是冲我说为什么自己不留意。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想到这里,我止不住地流眼泪。 看着眼前默默帮助奖礼的许浩,心酸和苦涩充斥着我的整个胸膛。 原来他是一直会疼人的,只是对我没有。 两人一同去了咖啡馆,就这样坐在窗边的座位上,笑着询问对方这几年的生活。 这是我死后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到我的名字。 依旧是喊着我的全名。 你说沈宁啊,他刚走。 我凑近了看他,试图从他淡淡的神色中找出一丝丝的难过与不舍。 可我失败了。 节哀,人生在世,轮回不灭。 我听着二人就着人生的话题展开, 二人聊得很投机,拥有着我和许浩一辈子都不会有的共鸣。 好久没有尝尝这国内的甜品了, 原来味道已经那么好了。 你也试试。 蒋梨吃了一口面前的巧克力甜品,笑着给许浩递过叉子。 许浩爱干净,我也曾经将吃过巧克力蛋糕的小叉子递给他。 他拒绝了,淡淡地躲开,说要少吃这些东西。 他讨厌这种甜腻腻的东西。 可他今日却接下来了,甚至是用蒋梨已经用过的叉子顺着吃了一口甜品。 是很好吃,甜甜的。 你还是那么喜欢巧克力? 许浩笑了,语气中是我没有听过的宠溺。 出门以后竟然下起了雨,没有想到以前在单位上班总会忘记带伞的许浩, 今日却准备好了伞,用手给蒋梨提着行李,左手撑着伞。 我一瞬间,竟不知道何去何从,明明我现在只是灵魂,是临不着雨的。 可是我只觉得雨滴落在身上好冷,心底像面前的地板一样,潮湿,阴冷。 看着走在前面的二人,许浩将伞偏向了他。 无论是雨天撑的伞,还是心中爱的天平,许浩从来都没有偏向过我。 整整三个月,许浩一滴眼泪都没有落过,甚至每天都在笑, 别人都以为他是丧妻后精神有了些不正常。 这天,他终于向儿女们说了自己要再娶的事情。 儿女们虽然震惊,但是也还是答应下来了。 宴席办得很是隆重,每桌菜品都有十八个,摆了十桌。 毕竟年过半百的人了,朋友们多有不方便的。 当年的我们也只请了十桌,菜系也简单,甚至婚服都穿的他妈妈给我改的。 再婚的他穿上了红色的小西装,头发也染黑了,却打上了很多年前的领带。 蒋梨穿了红色的旗袍,温婉又美丽,伸手给他整理领带时却惊呼出声。 你还留着这条领带? 原来是他四十年前就送给他的了,是特意从外国托朋友送回来的。 可他当时直说是单位好友送的,碰都不让我多碰。 原来我们的感情中还穿插着许许多多的谎言。 两个人宛如新婚的家人,就这么唱歌,对视欢快了一整天。 晚上宾客们散去后,只见二人就这么坐在我最喜欢的小阳台上聊天,甚至小酌了几杯。 许昊不愿意与我坐在那个阳台上,他说太挤了,现在的他却说很温暖。 他们就这么过着平静的生活,俨然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丝毫没有想到躺在冰冷墓地的我。 他们的二人生活被一个男人打破,他也已经年过半百,头发灰白,可是身子看上去还是很硬朗,怎么岁月都对他们那么仁慈。 沈宁呢?男人进门第一句竟是问我,许昊辨认了好久才认出来男人是当年自己的结拜兄弟傅慈。 他才走三个月,许昊你个王八蛋。 傅慈坐下来听完后,狠狠地将手中将蒋梨刚递来的水杯砸在了地上。 蒋梨被吓了一跳,想要去捡地上的碎片,许昊没有因为傅慈的行为生气,反而蹲下来不舍得让蒋梨手碰到地上的碎片。 我没有喜欢过他,要不是他当年死皮赖脸,我早就能够和小黎在一起了。 许昊淡淡开口,听到这样的话,我感觉一阵炫韵,明明当年说要结婚的人是他呀。 那你最好长命百岁,别走得太早再让沈宁遇见你。 傅慈看着面前的凉薄之人,愤然出了门。 随着傅慈往外走,我感觉到了一股拉力,将我的灵魂拉向了傅慈身边。 这是我死后三个月第一次能够离开许昊身边。 傅慈一路上没有再说过话,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很阳光很暗笑的。 今天的他怎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呢?是因为我死了吗? 傅慈眼眶始终是红着的,这样落寞的样子,仿佛我才是他的妻子呢。 路过了花殿,看见了我最喜欢的灵蓝,可惜了,死了以后就没有人给我送上一束了。 不过也是,哪有人死了别人送灵蓝的? 没有想到,傅慈竟然停下来脚步,买了好大一束灵蓝花,就这么不顾别人的眼光抱在怀中。 兜兜转转地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原来是我的目的呀,好在许昊还有点良心,选了我年轻时候的照片,不至于让我人死了还只能看我已经老去的容颜。 傅慈将怀中的灵蓝放在了我的墓碑旁,顺着丹西跪下来就这么用昂贵的丝巾给我擦拭墓碑上的照片。 沈宁,我就说你没有眼光吧。 傅慈笑了,随着笑眼中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下来滴答滴答地落在了我有点脏的墓碑上,我的脸上也出现了泪滴,只觉得温热。 我想给他擦,但是碰不到他,是啊,我已经死了,他做了很久,我也这么听着他讲述这么多年,他竟然觉得许昊能给我幸福,他无比恨自己的愚蠢,也恨自己软弱。 我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一直深深喜欢着我,甚至那么多年都没娶妻生子,天色渐晚,我想让这个固执老头赶紧回去。 傅慈,你快点回去,跪这儿死了,可没人给你收尸啊。 毕竟都是上年纪的人了,怎么还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呢? 他有了反应,笑着又给我擦了擦墓碑,轻轻拍了拍墓碑,像很多年前拍我的头一样。 沈宁,我们明天见,给你带好吃的绿豆糕怎么样? 傅慈站了起来,好像真能和我说话一样, 平常地向我还站他面前。 傅慈,谢谢你,再见。 我伸出手,想挥手告别,却不想随着傅慈走远,我的灵魂再一次地被拉在了他的身边。 身边一瞬间成了无尽的黑暗,忽然有个声音在问我, 沈宁,你这一生过得幸福吗? 幸福啊,许昊其实也算是合格的父亲,合格的儿子,对我也还不错。 子女平安孝顺,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应该是什么轮回的神仙吧,连忙回答道。 没有想到我回答完以后,又没有了回应。 就在这短短几十秒的黑暗中,再一睁眼,就是跟着傅慈回到了家中,他已经洗漱好了,正在衣柜面前穿各种衣服, 我反正闲着也有些无聊,就这么看着他换来换去,果然帅的人真是穿什么都帅哪怕,已经老了。 最终选了一件纯黑色的西装,还很骚包地打上了酒红色领带,躺在了床上。 男友睡觉还穿这么庄重的,才吐槽完,我就反应过来,再看傅慈已经从床头柜里面拿出来了一瓶安眠药,整整一瓶,他就像吃糖果一样吃着。 我想阻止他,可我已经死了,没有办法碰到他了,只能干着急。 黑暗再次袭来,吞噬了我,父慈的身影越来越小。 沈宁,你真的幸福吗? 又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竟然脑海中浮现出好多以前的回忆,看着这一桩桩一件件,我才幡然醒悟。 沈宁并不幸福,幸福的是许浩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父母的女儿,我不幸福。 我终于能够从自己给自己编织的谎言中挣脱出来,承认了自己并不幸福。 回答完以后,黑暗再次将我吞噬,再睁眼,是熟悉又陌生的暖黄色屋顶。 我被吓得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身边的东西,我连忙站起来,拿到了桌上的镜子。 我,我回到四十二年前了。 凝凝,怎么才醒?快快快,收拾打扮一下,去见你二姨给你介绍的人。 妈妈推门进来,拉住呆住的我坐在梳妆台面前,给我梳头。 妈! 我转身抱住她,就这么把头深深埋在她的肚子上,眼泪也擦在了她的碎花衣裙上。 哎哟,你都多大的姑娘了。 怎么? 做噩梦了? 妈妈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还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我。 这一切又回到了最初,这一次我一定要将结局重新书写。 顺着记忆,我还是来到了这家咖啡厅。 没有想到再次看见年轻时候的许浩,我竟然还是无尽的心寒。 相伴整整四十二年,都没有看透她。 你就是沈宁吧? 你好,我叫许浩。 许浩依旧如同记忆中的一般英俊帅气,只是简简单单地穿了一件白衬衫,就将她那独有的书香气息体现了出来。 你好。 我强压下来心中复杂的情绪,淡淡地回忆微笑。 按照上一世的情况,父子应该就在许浩身边的。 但今天的许浩,却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抱歉,我们并不合适。 我还是听见了她口中说出同样的话,上一世我是怎么回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和不合适。 我也觉得,不如你把你兄弟介绍给我吧。 我点点头,开口道。 许浩明显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有想过我竟然如此干脆,甚至还打起了她兄弟的主意。 等等。 咖啡店门口忽然冲进来了一个穿着牛仔衣的男生。 我转头看去,竟然是副词,这一世的她竟然模仿起了郭富城的风格。 我正在想,是不是因为重来一世,一些细节会改变的时候, 门口的副词已经快步来到了我们面前,坐在了我的旁边。 你好,沈宁,我叫副词,唐诗诵词的词,会唱歌,会跳舞。 副词竟然先打起了招呼,说着还想站起来表演一下,被我按了下来。 我被她这个样子逗笑了,又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她,一头微卷的黑发,明显就是刚醒来随意抓了抓,脖子上还戴着金属项链,牛仔衣里面穿的是崭新的无袖,确实是当下最流行的穿搭呀。 你的吊牌还没摘?我伸手将她背后的吊牌拿出来。 少年一下子就红了脸,连忙脱下了牛仔衣,扯下了吊牌,随着手臂的用力,我只看到了完美的手臂肌肉线条,悠喝,甚至做了腋下管理。 嘿嘿,被我们忽略很久的许浩微微咳嗽,有些尴尬地抿了抿手中的咖啡。 许先生,你要有事就可以先走了。 我看见他这样,就觉得烦,直接下了逐客令。 第一次被这样对待的许浩脸上自然是挂不住的,微微露出了尴尬,许浩并没有走,反而微微笑了起来。 不过,沈小姐,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的。 许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一旁的副词都震惊了,只觉得他好像疯了。 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话会从高高在上的许浩嘴里说出来,我笑了,但好像又明白了究竟为了什么。 要是真是对我没有兴趣,怎么会答应来这个地方见面呢? 又怎么会在上一世我追求他的时候答应我呢? 真的喜欢肯定是谈不上的,只是究竟是有什么目的呢? 许先生刚刚实在欲擒故纵。 我生出来了玩弄他的心思,歪着头欣赏他因为我这句话而变得像吃了苍蝇一样的脸色。 许浩,你有病啊? 傅慈比我还先忍不住,先骂了人,还端起咖啡砸向了许浩。 褐色的咖啡一瞬间就染黑了他的白衬衫,许浩脸色铁青,看得我津津有味。 两人扭打在一起,傅慈站着身材的优势,很快就将许浩压在了身下,打了他的帅脸好几下。 说实话,看两个帅哥打架才是真的有意思。 身边好多人都过来拉架,我趁乱趁机踹了许浩一脚,等到许浩和傅慈被拉开站起来的时候,许浩已经有些狼狈过头了,腰上赫然印着我的杰作。 反观傅慈嘴角出了些血,脸上也破了一小道,应该是许浩的手表滑出来的。 但总体要比许浩好多了,治安警察还是把我们三人带走了,看着看守所里还在吵的两人,我只觉得有些头疼,这可是我人生两世第一次来看守所呀。 别吵了。 和解,双方道歉。 我要回家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冲着两人吼道。 待到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我们三人并排走着,刚出大门就看见了一个娇小的身影。 小黎,你怎么来了? 我听见熟悉的名字,有些愣住地看着走近的二人。 蒋黎眼眸含泪,从怀中拿出来酒精和棉棒,轻柔地给许浩擦拭消毒。 我和傅慈对视一眼,有些尴尬。 哎哟,我也好疼啊。 傅慈夸张地叫出声音。 我无奈笑笑,直接走过去向蒋黎拿了些酒精棉棒,就当是他上一世欠我的。 傅慈顺从地让我给他消毒,眼眸就直直地看着我。 我只是稍微对视上,他就立马一开,红了耳尖。 傅慈送我回了家,看见我灯亮了以后还朝我窗户扔小石子。 我打开了窗子,就看见正准备再扔一个的少年,不好意思地收了起来。 因为已经有些晚了,不能大声说话,我只能将看他的口型猜他在说什么。 原来是约我明天去看电影,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还是忍不住答应了。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喜欢的红色的碎花裙,没有想到傅慈早就已经等在了我家楼下的拐角处。 今天的天气很好,有些晒,他今天特意给我打了伞。 到了电影院,没有想到看的还是当时最火的泰坦尼克号。 我还记得在上一世,我和许昊第一次约会,看的也是这一部。 那时候的票,还是我求了我爸好久才弄来的。 可惜当时许昊只是点评了一句,有着时间不如多读读书,要论起文化。 我确实不如讲离。 傅慈的身上是清新的木质香,我只知道他家上一世的时候是搞金融的,家是很不错。 后来我和许昊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据说是出国了。 傅慈从看见我就开始笑,一路上都在和我将他读书时候的去世。 到了电影院,没有想到傅慈从包中拿出了一小包爆米花。 刚坐下没多久,就看见我们前面来了两个眼熟的人,没有想到今天也还能看见许昊。 傅慈似乎是想挡住我的视野,不让我看见,但我只是笑笑,拉下了他挡在我眼前的手,递给了他手中的汽水。 灯光暗了下来,电影开始播放,泰坦尼克号是很经典的一部电影,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台词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却没有想到这次看的竟然是位删减板。 我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却无意间与身边傅慈的目光对上了。 我与他在黑暗中对视,他却又快速地将头转向另一边,手却握住了我的手。 感受到手背传来的温热,我好像听不见身边的声音了,只能听见砰砰的心跳声,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也可能是我们两个人的。 就这么一直拉着手,他也不敢转头过来看我,就这么假装自己认真看电影,碰巧电影此时进入了最为高潮的部分。 听着身边的人流利地说出来那句英文台词,我愣住了。 转头看着他,他好像看出来了我的疑惑。 哈哈哈哈,新学的。 副词是这么跟我解释的,我并相信,分明他的英文那么标准,那么流利,结合昨天他种种不合常理的表现,我心中出现了一个答案。 你是42年后的副词吗?我抓住他的手,渴望与他对视得到一个答案。 他似乎也被我的问题震惊了,张了张嘴,始终没有说话,只是双眼再次红了,点了点头,深深地抱住了我,眼泪也顺着流了下来,打湿了我的脖梗。 电影结束,副词拉着我的手,拉得很紧,就像害怕再次失去我一样。 不过说来也奇怪,出电影院的人只有奖励一人,许昊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沈宁,这次我不会让你再受伤了。 到了无人的小巷,他又一次抱住我,险些眼泪又落下。 我笑着点了点头,重活一世,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或许副词才是那个值得珍惜的人呢。 过了几天快活的日子,我爸也急招我进自家工厂熟悉情况。 我的父亲是工厂老板,母亲又是话剧团成员,所以日子过起来还是舒坦的。 上一世,我爸希望我继承他的工厂,没有想到我已经恋爱上头,想让许昊全权管理。 说来也有些奇怪,为什么我爸经营多年的工厂会因为许昊接手后就迅速倒闭呢? 当年工厂着火案又是什么原因? 如果不是工厂着火导致工人伤亡,我爸也不会进监狱,妈妈也不会忧虑过度,一病不起。 想到这里,我就更加坚定了要自己亲自接手我爸的工厂,不能像上一世一样,自己什么能力也没有,只会一味地依附于男人。 在巡视工厂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熟人,许昊。 沈宁,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许昊将手中的汽水拧开递给我,笑着打了招呼。 我有些诧异,为什么许昊会出现在这里呢? 我接过来汽水,微微笑笑,礼貌地回应了他。 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合作,这批货是由我们两家一同供应的。 许昊看出来了我的诧异,开口解释道,嗯,合作愉快。 我点点头,心里默默记下来正在装货的比例。 又回想起来,这个时间点对应到上一世,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 我和许昊已经在谈恋爱了。 今晚一同吃个饭怎么样? 许昊看我态度也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微微地解开了衬衫的两个钮扣。 神经,小孩身材有什么好看的?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去另一排机器面前,记下数值。 别拒绝我,前几天约你你也没有答应。 许昊还是跟了过来,我怎么以前不知道他能够这么主动呢? 许昊同志,自重。 我赶忙拉开距离,一个后撤步的大动作。 许昊应该是被我中气十足的一声同志叫猛了, 一时忘记了自己想说什么,站在原地眨巴个眼睛。 我趁机转身就走,这辈子怎么他成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了? 不对劲,一百分里能有一百二十分的不对劲, 他一定是图我家的家产。 等回到家里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我还在琢磨, 上一世的许昊确实不是人, 但在我爸境间和我妈病重的时候, 他一直没提离婚, 这也让我上一世觉得他是真的爱着我的, 只是不善于表达。 那么是因为什么导致这一世的他, 哪怕已经和蒋黎约会了,还主动找我呢? 那只能是真的图我家的钱,图我傻。 想到这儿恨不得给上一世的自己两巴掌。 我刚洗完手等着刘姨上菜的时候, 却发现今天做了很丰富的菜, 满满一大桌。 我有些疑惑, 难道是今天有什么客人吗? 就看见许昊一家三口提着好些东西跟着我爸妈进来了。 爸妈催促着我叫人, 我看着面前熟悉的面孔, 险些脱口而出爸妈。 有些尴尬地寒暄了两句, 就坐在一起吃饭了。 许昊几次想跟我说什么, 我没给个正眼, 这辈子让你也好好试试这种滋味。 饭桌上, 我只顾着一个劲地赶紧夹菜吃, 这么好的东西, 吃进许昊肚子里, 我只觉得亏, 我多吃一口, 许昊就少吃一口。 许昊忽然给我加了一块肉,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宠溺地冲我笑了。 谢谢, 不过我不吃肥肉。 我不明显地白了他一眼, 将肉夹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两家父母见状, 赶紧出声, 试图缓解尴尬, 杂七杂八地聊着些。 忽然许昊父母就开始夸许昊, 还夸我亭亭玉立, 大家闺秀。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我连忙想要转移话题, 却被许昊父亲抢了先。 小宁和阿浩其实很般配的呀, 也都到年龄了, 不如, 再一起试试嘛。 听了这话, 真是吓得我快把碗摔了, 赶忙摇头。 阿浩确实人也英俊, 要是两个孩子互相喜欢, 我们也是不反对的。 应该是许昊这两天装出来的认真负责好形象, 瞒过了我爸, 竟然骗得老爹就这饭桌直接提出来了。 爸, 我不愿意, 我赶忙拒绝, 这要是这辈子还跟许昊接触, 那我就应该去好好看看脑科了。 许昊父母应该是想到了, 我会这么说, 反而转过来打去说, 我是害羞。 叔叔阿姨, 门外忽然传来一声, 所有人都转头看过去。 傅慈提着慢慢两只手的礼品, 满头大汗, 就正笑着小跑进来。 不光光是我, 桌上的六个人都震惊了, 还有我的狗都被这一出吓得躲桌子底下去了。 叔叔阿姨好, 我是傅慈啊, 今天来得有些突然, 不瞧许叔叔你们也在啊。 傅慈其实看见许家三人并没有那么惊讶, 而是装出来的, 小伙子, 你这是? 我爸被这一出整得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迎着傅慈先坐下。 叔叔阿姨, 其实我这次专门登门, 是想同小宁一起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在交往。 此话一出, 许母倒是先喷了口茶水出来。 不是, 傅慈啊, 你怎么会和小宁认识的? 这小宁是要和我们那好许母着急忙慌地擦了擦嘴, 抢先开口。 是这样的, 许阿姨。 我和傅慈已经在交往了。 我拉住傅慈的手, 冲他们笑了。 与其一直这样遭受许浩的骚扰, 倒是不如先让傅慈顶替一下。 许父许母难掩自己脸上的难堪, 只是愣愣地看着许浩和我。 许浩这种时候竟然还能勉强地扯出来笑, 还是执着着将一块有些肥的肉放在了我的碗里。 我冷笑了一下, 想要将这块肥肉挑剪出去, 却不想付词比我快, 先将那肉挑了出来, 进了他的嘴里。 我好像隐约听见许浩轻哼了一声, 优雅地拿起了纸巾擦了擦嘴。 既然叔叔阿姨今天还有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明天再来找您谈合作的事。 许浩冲着自己父母使了实眼色, 笑着向我爸妈打了招呼, 站起来走了。 傅慈这时候才松开, 一直拉着我的手, 明明已经紧张的手心都是汗了, 面上还是微笑看着我爸妈。 经过一番编排以后, 父母终于相信了我们已经在交往的事实, 只是淡淡地选择接受。 第二天一早, 我特意起了个大早, 继续去工厂当监工, 这次的合作我总觉得有些猫腻, 隐隐的第六感告诉我会有问题。 许浩也起了个大早, 在我家楼下就这么拿着俩包子, 端着杯豆浆, 看见我连忙走了过来, 想要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 许浩, 蒋黎呢? 我并没有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看着他的眼睛问了出来。 啊? 许浩应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问, 面色有些慌张。 沈宁, 我和蒋黎没什么的, 我是被你洒脱又明媚的样子所吸引的。 许浩收回自己递过来的东西, 赶忙开口解释, 眼中尽是真诚。 真可笑, 要不是我和他早已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还真的就会被他这样的表现骗到了。 他这样假装真爱的样子, 我不知道已经看了多少年了。 许浩, 蒋黎出国了是吧? 所以, 你只能选择我。 我看着他说出事实, 确实在这个城镇里面, 我沈宁家条件是最好的了。 并不是的, 这样吧, 我们今晚就再见最后一次面如何。 如果今晚过后你还是对我没有兴趣, 我就祝福你和父慈。 许浩似乎是已经察觉到了我的不耐烦, 低着头笑了, 我没能注意到他眼中的情绪。 我答应了下来, 我实在不想要他再来和我多说什么了, 也想体面地将这段感情画上句号。 晚上的时候, 我在见许浩之前用家里的座机给父子打了个电话。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许浩, 特意穿了一身酒红色的小西装, 头发也梳得很精神, 可是这明明和他以往的形象不搭边。 他很绅士地替我拉开了凳子, 还替我倒了一杯酒。 我不说话, 等着许浩先开口, 没有想到许浩也不急, 还安排了一个小提琴手, 就这样听着音乐, 片头和服务员说了些什么。 小宁,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呢? 许浩翘起了二郎腿, 双手微微交叉, 就这么审视着我, 我感觉到了极强的不好的预感。 因为就是不喜欢你, 没什么理由。 我一边说着话, 一边看了看周围, 那么大个餐厅, 但是却只有我们两个人, 女性的第六感, 提醒着我很危险。 我只能说些不会激怒她的话, 想着赶紧脱身的办法。 小姐, 工厂, 工厂失火了, 先生和夫人都在里面, 门口传来刘姨焦急的声音,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就要出门, 却被许浩狠狠拉入怀里。 她就这么抱着我, 一下一下地摸着我的头, 这是我以前多么期盼的温暖, 现在只觉得恶心可怕。 小宁, 别怕, 你和刘姨在这儿等我, 我去看。 我想挣脱, 但她抱着我的力气很大, 说出来的话, 也让我如同坠入冰窟。 许浩, 你到底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抬头对上她细血的眼神, 试图找出一点良心。 刘姨, 小宁应该是吓到了, 您帮忙看好她, 我去看伯父伯母。 许浩没有回答我, 只是将我的手从她身上扯开, 转身出了门。 我急忙去推门, 但是门已经被锁起来了, 根本打不开。 刘姨也在一边安慰着我, 又或者说是监视着我。 这一幕, 好熟悉。 难道, 因为我们的改变, 这场景提前了吗? 场景一模一样, 工厂着火也一模一样, 那时候的许浩说, 带我出来好好吃一顿, 过过浪漫的二人世界。 不同的是着火的时间, 上一世明明是我和许浩结婚以后, 才着火的, 而且当时我爸妈也不在里面, 所以两次都是支开了我, 两次失火都是许浩倒的鬼吗? 沈小姐, 先喝点水吧。 一边的服务员带来了一杯水, 我接过以后他也没有走, 一直站在我旁边, 想要看我喝下去。 我知道, 是下了药的。 喝什么? 我哪有心情喝下去。 放我出去, 你们这是非法求禁。 我打翻了水, 杯子砸在地上砸得粉碎。 小姐,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许浩也是为了小姐着想啊, 你就和我先待在这儿。 我看许浩, 这孩子很稳重的。 小姐, 刘姨将我的手抓住, 生怕我一溜烟跑了。 我不知道许浩计谋了多久, 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 许浩真的会救我的父母吗? 这个恐怖的想法, 在我脑海中猛然炸开。 许浩将我留在了这里, 又派了两个人监视我。 我站起身, 向厕所走去, 刘姨赶紧也起身, 拉住我。 刘姨赶紧阐媚说, 可以陪着我一起去, 进了厕所, 刘姨在门外等着, 还好这里的窗子没有锁上, 我利落地爬上, 钻了出去。 我一路狂奔, 就想能够赶紧去到工厂那边查看, 究竟是什么情况。 滚滚的黑烟, 空气中全是难闻的味道, 不少人都往后跑。 消防把我拦住了, 浓浓的黑烟里, 我一直在寻找爸妈, 哎呦, 里面是老沈和他老婆, 还有傅家的儿子也跑进去了。 哎呦, 造孽啊, 今生的我还是做错了吗? 是我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死亡吗? 小宁, 猛然间, 我仿佛听见了傅慈的声音。 黑烟中, 傅慈和消防员架着我父母出来了。 帅脸被熏得屈黑, 冲着我笑。 我擦了擦眼泪, 赶紧跑上前, 抱住他, 明明还怀抱着我的人, 却渐渐地倒下去。 我赶紧叫人。 还好有傅慈在, 三个人都没什么大碍, 住了几天院就恢复了很多。 傅慈接到我的电话以后, 就来找我爸妈了, 却不想还是被许浩短暂地将它给支开了。 他在知道消息的时候, 就去了工厂。 没想到, 他进了工厂找我爸妈的时候, 火已经有些烧起来了, 他们二人也被杂物堵住, 关在了工厂的休息室里。 这件事发生以后, 工厂无疑亏损了很多, 不过只要命还在就好。 我就这么照顾这三个人, 警察也来询问了情况, 原来是许浩的父母约了他们去休息室, 说工厂生产的零件有问题。 调查下来, 确实是零件不合规生产, 机械过热, 引发失火。 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可是大火已经将工厂烧得一干二净, 根本查不出来究竟是那一批货有问题。 不过还好我自己有所记录相关的信息, 将笔记本交给警察后, 很快许浩一家就被抓了。 原来他们家贪得无厌, 私自换了安全设备, 材料也换成了更加廉价的。 这次失火也是蓄谋已久, 想要就此拉倒我们家。 而许浩只要和我结婚, 就能顺利再从我这里接管其他的工厂, 而我也会将他视为救世主, 产生依赖。 这样一来, 我也不会多追究起火的原因。 再见到许浩, 他已经落魄了很多, 胡子也没有挂。 他不配合调查, 非要说再见我一面。 我看着他, 竟然又生出了熟悉感。 你也穿越回来了是吧? 许浩的手被反绑在身后, 就这么坐在了我的面前。 我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为什么不选我? 你凭什么? 上辈子你配我过得不好吗? 你凭什么? 你没了我什么也不是。 听着他嘴里越来越难听的话, 我站起身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你那么多年的深情, 还没有演够吗? 对我也好, 对奖礼也罢, 你都只想着自己。 大情种角色, 也该演够了吧。 上一世是我蠢, 这次是你活该。 我反手又给了另一边脸一巴掌。 顺手的是, 他这样贪婪的人, 在看电影的那天, 就想忽悠奖礼, 利用奖礼, 却不想奖礼被父母急着送出国了。 还想来找我忽悠着我, 觉得这样不仅仅可以享受我如同保姆一样的释放, 等我死了还能够又和蒋黎在一起, 什么好日子都让他过了。 不过既然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那我就会好好珍惜的。 和父慈的恋爱很平稳, 我也知道我不能停在原地, 所以我也开始了学习, 同父慈一起出了国。 不管和父慈的结局如何, 我想这次, 我是真的幸福, 因为我找回了本来的自己。